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6版本的升级下会遇到这么个问题 你会在第一步就会卡住 系统会提示你这台电脑不符合Windows 11的升级要求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开启TPM硬件支持 现在我们退出安装去硬件配置里添加一下TPM支持 注意一下这个TPM支持只有17版本才有 我们先关闭这个新机 点关机系统马上就会关闭了 关注公众号爱奇麦克回复Windows 11获取最新版本镜像 然后点齿轮打开配置菜单 记得选择硬件这一栏 最底下点加号选择TPM再点添加 这样TPM的支持就算加好了 重新启动这个虚拟机 我们可以看到Windows 11的进度架材条已经变成了圈 而里面还是点点点 好了开始菜单出来了 现在我们重新去点一下升级看看是什么情况 可以看到现在升级没有什么问题了 TPM硬件检测顺利通过 具体可以到设备管理器里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多了一个安全设备 也就是微软说的TPM2.0 剩下的升级过程就非常平滑了 只需要耐心的等待 文件下载完成 如果你网络快的话 应该用不了几分钟 点一下立即重启 开始升级过程 就是看着这个圈转啊转啊转啊转 PD17对Windows 11的支持还是相当不错的 换成其他几个开源软件的话 使用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这也就是它价格为什么这么贵的原因吧 它也是目前在M1上对ARM Windows支持最好的虚拟机了 好了Windows 11启动了 这个任务栏图标还是没有居中 现在系统自动升级驱动程序 稍等片刻应该马上就好了 看一下Windows的版本号 把窗口移过来一点 22458 这个是最近的一个版本 机动程序安装好了 重启一下 任务栏上的图标看得真别扭 估计是微软下 让大家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测试版 调整一下任务栏上图标的位置吧 哎 还是老样子 任务栏图标还是不居中 看样子是留给下一个版本修复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